我的媽媽今年81歲 原本與二姐同住 但是5月份的時候 二姐說她要搬家了 還不知道搬到哪裡 所以做我兒子的我要為媽媽找地方住 我們夫婦住在紅樹林 並且離捷運有段距離 算一算只有住在 捷運父親剛站附近的大姐 最適合跟媽媽同住了 但是他們之間 彼此過去有一些些的小小的誤會 我很怕媽媽有一些的不安或不適應 所以祷告了半天 最後在二世西祷告的時候 又跟太太好好的一起 把這件事面對交托給神 後來終於在母親節的時候 媽媽住進去了 感謝主非常的順利 到現在媽媽說 住在那邊是她最舒服的時刻 超乎我們所求所想 一切榮耀歸給神 你看看國宗大學人 照顧這件事 發生了